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乌鸦 最近我看了一部新的末日漫画 整个漫画的画风非常的暴力 而且看着真的很爽 故事从一个暴雨侵盆的日子开始说起 雨水冲刷的地面上是血水 丧尸在街上乱窜 这也然是一幅末日的景象 开门啊,我是张恒啊 他们都过来了,快放我进去吧 三个男生挡住了房间的门 不让张恒进入 在这末日的场景下 人性不过如此 不过此时,却有一个声音想让张恒进来 张恒是我们的同学 我们怎么能弃他不顾呢 说话的女生是这群人的班长李洛西 可即使在她的要求下 大家依旧不肯开门 毕竟谁能知道 外面的张恒有没有被感染呢 我是班长 我不会丢下任何一位同学的 你们放他进来 说什么事情我负责 他们现在既然还能说话 肯定没有被感染啊 你们这样见死不救 良心不会痛吗 在班长持续的倒倒绑架下 大家终于决定开门 可当门稍微开了一个小缝 化身成为丧尸的张恒就扑了进来 很明显张恒已经被感染了 眼冒绿光的张恒非常的凶狠 直接扑倒了夜北 夜北无力抵抗 手臂被他咬伤 疼痛感不断地刺激着夜北的神经 他的精神开始恍惚 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自己自断手臂的场景 出现了丧尸全部冲了进来 班长带着大家逃跑的场景 还有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末日的火海之中的场景 此时断了一只手的夜北已是冒蝶之年 夜北忽然发现自己 又回到了被张恒咬之前的场景 我是班长 我不会丢下任何一位同学的 你们放他进来 说什么事情我负责 李洛西 哦对了 他现在还很年轻 你们这样见死不救 良心不会痛吗 这一天 我永世不会忘记 我可算回来了 机械事成功了 我要回来 改变这一切 喂 我是班长 外面的张恒可能早就被丧尸咬了 放他进来 你真的可以承担后果吗 你就亲眼见到他被咬了吗 哼 我是班长 出了什么事情一切由我来承担 好 那么请您亲自来开门吧 你还算不算是男人 我是女生 你好意思让我来 哼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不就是怕了吧 我就知道 你只会满口冠冕堂皇 脏活泪活都是我们做的 你只负责战管 你 就是个虚伪的女人 够了 这算什么 我来就我来 我李洛西从来就没怕过 你们这些娘们 都给我滚开 同样的场景 再次出现 只是 但是这次开门之人不是叶北 当危险真正出现时 人情中的怯懦和自私便依然无虞 李洛西为了自己的安全 一把把一个黄毛的男生推向了丧尸 叶北一脚将李洛西踢向了丧尸 嘿嘿 李洛西被僵尸一把抓住 当僵尸即将一口咬下时 叶北一个扳手打爆了丧尸的脑袋 可丧尸在被击杀时并没有放开李洛西 叶 叶 叶北救救我 白衣神魔李洛西 你迫害了我半辈子 今天就能当你了 叶北一把把门关上 同学们先是惊讶 随后就也参与了赌门 你们在干什么放我进去 外面先是一阵惨叫 随后是死一般的宁静 拼尼过后大家都意识到 眼前这个叫叶北的和以往很不一样 不仅杀死了变成丧尸的脏痕 而且还把若曦踢了出去 可当叶北的眼神扫了他们时 一个个都惧怕的不敢之事 此时叶北忽然提议 要不我们出去看看吧 大家对于叶北的提议非常震惊 我想了想 刚才替他出去确实不太合适 我出去看看他怎么样了吧 同学们自然是不愿意出去 不过在叶北的咆哮下 最终还是为他开了门 外面的世界太阳已经出现 丧尸和若曦都不见了 叶北被大家关在了门外 快 把门堵上 那活太危险了 刚才还把班长踢了出去 谁知道他会不会把我们踢出去 看到他的表情 说不定以前是个杀人犯 叶北完全没有回头 继续往前走着 他前进的目标是一个女丧尸 嘿嘿 叶北非常干脆地打爆了女丧尸 然后从他身上取下了一颗绿色的珠子 哼 有了 能量黑金 这是末日的起源 也是机械师 不可或缺之物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希望你可以给我点个赞 点个关注 如果大家非常支持的话 这个坑咱就开了 我个人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漫画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